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完成了一次历时7个小时的海上侦察行动 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官方网站19号披露了这一消息 还同时贴出了两张照片 其中一张显示斯维夫特在机内向机窗网向网 另外一张则显示他观看机组人员展示飞机行动 但太平洋舰队司令部并没有透露飞行的具体行程 也没有表明他们适合飞跃争议的需求 美国海军已经计划购买更多的P-8A海神反潜侦察机 作为反潜作战和侦察任务 取代旧有的P-3帖户座反潜侦察机 菲律宾国防部长博尔泰雷加斯明 对斯维夫特参与南海侦察飞行任务的作法表示欢迎 他认为这显示了美国致力于帮助同中国存在民主争议的意愿 他说从军事上我们无力对抗中国 所以我们一直请求我们的盟友的支援 而就在斯维夫特巡航南海的同一天 美国海军最新型的冰海战斗舰小石城号在威斯康辛州下 美军方称 滨海战斗舰将更加频繁地访问南海 还宣称这是土费的威慑 让盟友放弃 安抚盟友似乎需要从语言到行动上双重展现 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斯维夫特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对美国说 美国意识到紧张局势不断下居 所以仍然坚定势力地扮演安全靠山的角色 他还说 美方在南海的议题上不会选边战队 但是会确保航行自由 美军已经准备好对南海发生的任何意外事件做出反应 同时斯维夫特才称 美国海军可能将向南海地区部署超过四艘滨海战斗舰 而今年早些时候 美国沃斯堡号滨海战斗舰在南海巡航引发了全球的关注 当时一名海军军官称 美国滨海战斗舰在南海巡航将成为新的常态 在东南亚部署多艘滨海战斗舰显示了该地区重要性的上升 有分析认为 在过去两年里 菲律宾自认为 被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出了力 却没有得到实际的回报 因此向美方施压 但美国明白对中国岛礁采取实质性的军事行动 既不占领也占不到便利 因此只能通过议员喊话 或者派海军力量到南海部分地区寻役的方式 帮盟国壮壮胆 有个交代 对南海局势其实没有实质性的影响 好 今天有关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巡航南海 这个话题 北建博士我们邀请到了本台特约评论员尹卓先生 同时中国现代院东南亚问题专家骆永坤 也将参与话题的讨论 您老您看这次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福特 是乘坐P-8A反潜侦察机 在南海进行了长达7个小时的巡航 那您怎么看这一动作 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 首先一个它的信号是对内的 我说对内的就是 它在做政治上的表忠心的活动 因为在这个之前 它的上级太总部司令哈里斯 也巡舍了南海 相比达峰会前后 对中国说了很多强硬的表态 那么哈里斯是它的上级 而太总部司令 最有可能是太监队司令 进后发展的方向 就是它进后发展 可能发展成太总部司令 所以它一定要跟它的上级司令 要保持政治上的一致 把矛头指向中国 那么矛头指向中国 最明显的一个表态就是到南海 那么当然它还有一个对外的功能 对外功能是什么呢 对外功能就是对菲律宾和南海周边国家 给一个打气的作用 凝聚人心的作用 当然还有一个信息就是对中国 那么就是对中国明确的讲述 我的我在任期间 太平洋舰队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的 永坤你看这次斯维福特在访问菲律宾的时候 可以说不仅仅是通过实际的行动 那么在语言上也安抚了自己的盟友菲律宾 那你怎么看效果怎么样 如果从菲律宾的角度看 这次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一方面菲律宾的各级官员 不管是政府官员 还是军方的领导人 还是专家学者以及普通民众 他们对美国能够支持菲律宾 在南海上跟中国斗争 这一点是充满了信心 因为最近已经有很多人连续的 做出了这样的表态 另外一方面的话 从菲律宾角度看 国际媒体最近也一直在热炒这个事 那么只要媒体在热炒这个事的话 中国就会面临很大的这种压力 以及中国国际形象的这样一种问题 又一次抬到了桌面上 所以在这两重压力之下 菲律宾会感觉非常的好 第三个就是在菲律宾 做出了跟美国这种相关的合作举动之后 东南亚国家会有一步进一步的跟进动作 比如说越南跟美国的这种合作 也就是说相关国家之间这种互动 会形成一种连带效应 给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看 那么菲律宾这次跟美国的这种合作 是达到了他预期的效果 以前我们注意到 斯维福特在他的讲话当中表示说 接下来的话 美国海军有可能在南海地区 部署超过四艘滨海战斗舰 在南海部署四艘滨海战斗舰 有可能在这一区域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他部署滨海战斗舰 更多的他还是有政治上的意味 就是什么 他在新加坡部署四艘以上的滨海战斗舰 那么新加坡在哪是在马里加海峡附近 他可以用滨海战斗舰或者用美国其他的手段来封锁马里加海峡 滨海战斗舰它一个水浅 在南海很多岛礁区航行安全性比大型舰艇要好得多 同时它又是多用途的 而且它有比较强的电子侦察能力 对周边的态势的控制也可以说比较严密的 他如果有四艘以上的那么每天都可以在这个地方不同的对不同国家连续的进行访问 划分区域以后在各个区域都进行这个电子的监控 那么可以起到就为未来预设战场起的一个先锋的一个作用 那么军事上还有一定硬途 但更多的还是在政治上的 针对美国派驻海军力量到南海进行游异这一行为 有评论认为说只是帮助他的盟友壮壮胆 有个交代 并不会对目前的南海局势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你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美国进入南海 当然它是有作战准备的 美国有一整套的对南海进行军事干预的方案 它有很多演习都是带着作战预案性的 这个检验性的方案的预言 这个我们看得非常清楚 他从90年代末刚离开克拉克苏比克的时候 他就曾经做过强硬的表态 如果菲律宾跟第三方我们走了 但是菲律宾如果跟第三方在岛礁归属上发生冲突的话 美国绝不会袖手旁观 一直到今天现在20年的时间了 基本美国这样的立场没有变 当然要看战争是怎么打起来的 如果是有南海周边国家 比如菲律宾有意把美国拖下水 那美国他会很聪明 但是如果是由于中国的强硬的推行 比如说他所谓的扩张政策 用军事单来解决内海问题 美国干预的可能性就斗争 会非常大 对于美军太平洋舰队自令 乘坐反潜侦察机侦察南海的行为 菲律宾国防部公开表示欢迎 除此之外 菲律宾近期还透露了一项 重新使用苏比克湾基地的计划 外界分析菲律宾重新把苏比克湾用作军事用途 很有可能是为美国重返做准备 菲律宾国防部发言人皮特加尔维斯近日表示 菲律宾从明年早些时候起 将在苏比克湾部署战机和护卫舰 据媒体报道 菲律宾军方人士称 非军方将把两架从韩国购买的全新F50战机 部署在苏比克湾的库比角海军基地 苏比克湾位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以北 大约100公里处 距中国黄岩岛200多公里 三面环山是一座天然的深水凉岗 美军撤出后 苏比克湾被改造成为经济开发区和自由港 没有菲律宾军队驻扎 而如果菲律宾重新启用苏比克湾 将是1992年美国驻军撤出后 苏比克湾时隔23年再次被用成军事用途 防务专家说 一旦飞军进驻苏比克湾基地 战机数分钟即可背离黄岩岛上空 巡逻机或者无人机 则可在黄岩岛空域持续监视 菲律宾此举就是为了加强 在南海方向的部署和军力 还有评论认为 这项计划可能是为美军 重返这一昔日的基地打扫房间 苏比克湾一旦被重启 将更有利于美军使用 在废除美飞驻军协定后 菲律宾与美国1998年签订了访问部队协议 美军从而得以重返菲律宾 2014年 两国又签订了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非方允许美军在指定区域 兴建军事设施 或者升级现有的基础设施 美军还可以在菲律宾 存放武器装备和补给物资 菲律宾民间和政界 反对这一协议的呼声高涨 认为这违反了菲律宾的宪法 因而协议至今都没有得到落实 正等待菲律宾最高法院 对协议的合法性做出最终裁决 菲律宾一边抱住美国的大腿不放 一边偷偷加固搁浅在我国仁爱礁上的旧军舰 这艘100米长的军舰是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建造的 退役后转卖给了菲律宾海军 1999年 菲律宾海军故意将此舰搁浅于仁爱礁上 以宣示菲律宾对该交的主权声索 中方近年来多次要求飞方拖走该船 但飞方一直没有履行自己的承诺 路透社14号报道 为了阻止这艘老爷舰解体 菲律宾海军正在偷偷的加固舰体和甲板 那么菲律宾究竟会不会重启苏比克湾的军事用途呢 有关这个话题我们来继续听听两位专家的分析 引线 那么假如说菲律宾真的通过苏比克湾钓到美国这条大鱼的话 美军入驻苏比克湾之后会对周边形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条大鱼已经钓过去了 美军和菲律宾之间的部队防御协议谈了两年半 美国还想更大规模的进入菲律宾 菲律宾不用钓的这条鱼自动跑到船上来 就是鱼太大 可是上来以后会把它这个小船给压垮压沉大概是 当然美国舰艇进入苏比克 进入任何菲律宾的基地 如果是一个常代化的驻流 那么对南海的形势会发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那说明美国在军事上更加深入的直接干预到南海的这些争端里头去 所谓美国的不站队 美国通过它军事一样的部署就说明它站队了 它在军事和安全上当然是站在它的盟国 特别菲律宾包括一些非盟国越南等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一变 所以而且驻军还有很强的政治历史 刚才我们讲了 它会通过驻军传达一个外交和政治上的信心 就是美国在你们背后站着 山姆大叔在那 你们放手跟中国闹 跟中国对抗 背后有美国 你不要怕 这样的话 南海形势会大概会一再炒热 南沙这个问题会在多边场合持续很多年 我想这是美国的目的 所以菲律宾能钓到这样的一个鱼 当然它是有这样的 它的目的达到了 美国甘愿被它钓上来 美国甘愿上船的 永坤你的判断 接下来菲律宾有没有可能真的会重启苏比克湾的军事用途 应当说菲律宾从过去一段时间到现在 可能到16年会持续的推动所谓的海军基地这种重返也好 或者叫重启也好 那么现在看来我觉得问题不是说这个可能性有多大 问题是说美国人在这个基地上 它介入的程度会有多深 因为可能初期的第一步只是菲律宾在这个基地上 重新部署一些飞机也好 或者一些舰船也好 它会有一些部署 那么下一阶段就是美国的军队会到这个地方 会有一些跟菲律宾进一步的这种互动 所以我觉得可能真正的这个苏比克湾基地对南海局势的影响可能取决于美国进入到这个地区以及跟菲律宾的这种互动 但是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的矛盾 也就是说美其实菲律宾民众很多人是反对这个美国人再重新回到这个苏比克湾这个基地来的 因为现在苏比克应该说是一个经济条件 就是说为了一个他非常好的这个环境是来发展经济的 他现在这个苏比克湾这个经济特区应当说搞得还是有声有色的 那么一旦美国回来了可能重新会把苏比克这个地区搅乱 也就是说可能原来是一个很稳定的经济发展特区 那么回来以后可能会炒作成一个有危险的这样一种风险区 那么会不会有更多的人回来来这个地方投资 或者这个地区未来的经济发展会是什么样的 其实有很多的这种疑问 所以我觉得美国即使用这个基地 那么中间有很多的这种不确定性还是有待观察 现在阿基诺为什么又不顾国内民众的一致反对 要把美国拼命的拉回来呢 其实最关键的原因在于菲律宾国内现在从上到下 对这个中国威胁的这种认知应当说是比较统一的 因为具现在菲律宾国内的一个调查来讲的话 中国是周边大国里面菲律宾看到威胁最多的 所以尽管国内有这种反对 但是中国的威胁认知应当说是排在第一位的 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那么阿基诺政府现在推动这个基地的这种重返 但是我们现在要注意的就是说 因为阿基诺总统明年大选以后就要进行了换届 那么换届以后 这个计划还能不能够继续往下推 能推到什么程度 这个里面的这种不确定性 可能会影响最后这个基地的这种实际的这种作用 你现在另外我们还关注到在仁爱礁 菲律宾市加固了坐摊在仁爱礁的登陆建 对于这样的行为 你觉得我们有反制的措施吗 我个人的意见 当然我不代表任何人 个人的意见 在仁爱礁上 我们对菲律宾市拥有绝对的优势 它所谓这些小船 如果要是中国叫起枝来 它根本就别想靠上去 它在船上的那十几二十个人 基本就在饿死可死的一个状态下 然后我们发挥人道主义精神 把它给送走就完了 这么一个大型的 虽然破烂老旧舰艇 靠那么点加固 恐怕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如果台风来 如果是海浪的袖势 对它起不了至关重要 但是这是个姿态 说明菲律宾在炒热仁爱礁问题 它希望在习主席可能访美之前 它要把南海问题保持一定的热度 防止菲律宾在中美接近这种利益受损 而且周边的国家 特别是日本也在支持菲律宾在这样做 那么因此我们可能要想一想 这个问题到底如何做对我们最有利 当然我想还是我们谈判解决最好 以执法船 但是我用执法船应该说 我是应该对人爱教有一定的控制能力的 好 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深度分析 谢谢 好 接着来关注日本 随着日本新安保法案的推进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率 两周以来一路下滑了7个百分点 接踵而至的是全国范围内 抗议安保法案的示威大爆发 抢扭名义的安倍和他的安保法案 究竟还能走多远 7月15号16号 安倍晋三及执政联盟 强行推动国会众议院通过了新安保法案 但这份被安倍称为是保护日本人民的立法 并没有顺应日本的民意 反而使得安倍内阁的支持率再创新低 美日新闻19号公布 目前安倍政府的支持率已经下降到35% 比两个月前下降了约7个百分点 同时安倍政府的不支持率上升到51% 共同社也公布了17号到18号 在日本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 安倍晋三内阁的支持率为37.7% 比上个月大幅下滑了9.7个百分点 而不支持率则上升了8.6个百分点 首次超过了半数 达到51.6% 而对于正在日本国会审议的新安保法案 全国民众的反对比例为61.5% 大幅度的超过了赞成比例的27.5% 一边是安倍政府支持率的下滑 另外一边日本民众反新安保法案的抗议正在升级 7月18号下午 在作家泽地久之的号召下 人们高举绝不容忍安倍政府的标语走上了街头 这一抗议活动的主会场在东京的国会大厦前 日本全国110个城市都有民众响应 也有民众用红色的涂鸦称 日本支持便是安倍晋三 在日本民众看来 新安保法案给日本人民带来的绝不是安全 而是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再次陷入战争的危险 当政府利用这样的法案强行进行推进时 我们不能够把这个国家称之为一个适于生活的美丽的地方 我为我是一个日本人感到耻辱 安倍晋三是日本名副其实的耻辱 这个法案的通过意味着这样一个现实 那就是我们年轻人从现在开始将不得不参与战争 这将不再是别人的问题 而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 因此我参加这个集会 我认为我需要为改变这个状况做点什么 无疑安倍强推新安保法案将会彻底改变日本战后的历史状态 这个承诺永不发动战争的国家或许将永不存在 对此国伟杨洋洁篪16号在与访华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局长 古内郑太郎举行中日高级别政治对话时 就此表示我方严重关切和严正立场 而外界对此猜测 安倍究竟会亲手制造一个暴政时代 还是正在为自己的政权末日掘目呢 杨洁篪说 由于历史原因 日本军事安全动向一向受到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日本众议院表决通过新安保法案 是二战后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采取的前所未有的举动 在国际社会求和平 谋发展促合作图共赢的时代背景下 日方加紧强化军事力量 大幅调整军事安全政策 不符合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 不能不让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疑虑和质疑 日本是否要放弃专守防卫的政策 杨洁篪强调 我们郑重敦促许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尊重亚洲邻国的重大安全关切 不要做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就在新安保法案被强行通过的同一天 日本时报网站当天刊发了一篇由日美两国学者联名发表 题为安倍政府的权力傲慢时刻的文章 文章称 引领安倍此番动作的是一个军工综合体 而该综合体迫切希望促使日本分担与其最亲密的盟友美国并肩作战的责任 日本最近表示 有意加入北约的导弹制造联营企业 此举与日本的新常态配合的天衣无缝 而这种新常态将危及全球安全 往最坏里说 这就是一种暴政 18号 加拿大全球化研究中心网站发表 关于日本反军国主义示威运动的文章 这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末日吗 文章分析 如果违宪和不民主举动引发了日本公民更大的崛起 这将成为安倍政府末日的开端 随着成千上万的示威者走上街头 安倍可能正在重蹈其外祖父 安信介55年前因民众抗议被迫下台的负责 1960年 时任日本首相的安信介宣布 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自然成立 随后与美方交换批准书 安信介的这一举动遭到了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 各地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而其后 安信介政府竟然出动了特别行动队 杀害了东京大学学生领袖 化美智子 导致了抗议的升级 安信介最终遇刺 并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被迫下台 那么究竟日本新通过的安保法是否会影响到安倍的执政这个话题 演播是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 毕士红先生和我们共同探讨 同时在日本的道际中华智库首席研究员更新也将参与话题的讨论 毕线您看刚才在短片里边我们也说到了 这次日本新通过的安保法案已经是在众议院表决通过了 那么接下来是不是意味着它的整个法律程序已经走完了 实际上这个法律程序的话 我们从程序上来看它只是走了一半 那么在众议院以三分之二的议席 它确保了以后的话通过了 7月16号这一天 但是的话它在当天的话递交给了日本国会的参议院进行表决 但是我们知道 那么现在它日本的执政联盟和反对长的话 已经就把这个日本的国会的会期延长至9月27日已经达成一致 那么就是它会利用一个宪法规定的一个60日的规则来规避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也就是说实际上通过60天以后 那么不管参议院是一个什么样的这样一个审议的结果 到时候的话即使参议院通过不了 那么回到众议院也能够通过 从最终的结果来说 这个法案是能够通过的 更新我们注意到 那么包括日本的学者在内的话 也用安倍暴政这样一个词语来形容目前安倍的执政的方法 不知道您怎么看这样一种评价 是不是言过其实 还是说这样的评价在日本国内还是能够唤起一些共鸣的 说安倍是一种叫做暴力执政 这个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特点 从整体来说 现在民意大家对它的批评 一个是它的安保法案的内容 是一种带有暴力性的内容 非常的这种非常强悍 带有一种暴力性格 在日本是不符合日本的主流民意的这点是很明显 另外就是它这种强推表决的这种程序上的暴力 对程序暴力的反感在日本更加突出 对它内容暴力的反感大概达到60% 而对它程序暴力提出反对的要高达70% 也就是说大家对于自民党明明是对抗民意 而且还那么不谦虚 那么自以为是还去压制媒体 他们采取了各种手段压制民意压制媒体 这个内容的暴力和程序的暴力就决定了 他今后在面对民意的时候会遇到很大的障碍 毕竟我们观察到自从安倍上任之后 可以说他也推行了一系列的这种法案 比如说之前的像特定秘密保护法 以及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等等 但是之前这一系列的法案并没有像新安保法这样激起民众的 集体的这种愤怒和抗议 那么这次究竟日本的民众是在担心什么 那么实际上还是担心 这个日本的话会被卷入到美国发动的每一场海外战争当中 那么我们知道在之前的话 这个安保法案的话 它已经将这个日本自卫队的话 解禁了它的时间和空间上的这个相关的限制 那么这样的话就说日本民众就会非常的担心 日本被绑架到美国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这样一个战车之上 那么这样的话唯一的结果就是给日本带来生命上的损失 和财产上的严重的这样一个损失 简单一点给我们解释的话 新的安保法是让日本自卫队具备了一种什么样的能力呢 那么实际上的话就说让日本自卫队从这个专守防卫 那么变成一个招之际来 来之能战的这样一个有能力进行战争的 主动有能力进行主动战争的这样一种行对 那么这个性质的话已经跟之前的自卫队 这个性质是完全不一样的 毕竟大家现在都在观察 因为新的安保法案的通过 那么整个安倍的支持率是受到了非常大的影响 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因为新的安保法 那么安倍会被迫下台重蹈他祖父的这种负责 我们来讲现在的安保系列法案的话 实际上对安倍之政是有一些影响 但是如果说安保法案能够直接导致安倍下台的话 这个还有待观察 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年他的外公 就是他外祖父安信介 强行在日本国会通过相关法案 实际上就把当时日本的和美国的 军事同盟强调的是说 从美国可以保卫日本变为美国必须保卫日本的这样一种法律条款 实际上的话就是说进一步的提升了日本卷入美国在海外军事行动的这样一些危险 所以现在他的外孙安倍的话又捡起安信介的这样一个相关的活种来接了这个班 那么他就采取一种迂晖的手法 他也吸起了当年安信介的这样一些经验和教训 那么通过这个通过相关的这个安保法案来架空他的这个和平宪法来解禁他的这个积极租位权 更现那么接下来安倍有没有可能在强推安保法之后自己的支持率下降 那么有没有可能会改变自己的这种执政风格 从安倍来说呢这个是有可能的就是他现在压力很大 所以大家注意到他在通过这个法案的同一天他派了他的这个所谓的外交第一智囊啊 就是这个古内郑太郎到北京访问要向中方呢讨论一下比如说九月份安倍能不能访问中国呀 甚至于对于九月三号阅兵式是否参加都可以讨论 而且还要就70年谈话和中方进行沟通等等 这些都是比较善意的 其实这个动作在去年我们根本不可想象 我们不会想象到安倍会有这么啊这个柔软的身段啊 才要做出这么缓和的温和的动作 这个动作其实就表明了日本安倍政权现在的他的困难 他的困境 他一方面呢他想在国内要通过像安保生纪法案这样一些 呃这个所谓的一些很重大的颠覆性的啊 这种重大的这样的做这样的一些政治举措 但同时他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软着陆 所以安倍他想的呢并不一定能够按他的如意算盘去走 那么可能呢他自己会做选择会做一些妥协的选择 但是他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他的目的 好以上就今天新视野的所有内容 感谢收看 如果想了解更多节目的话 可以登陆到云视网的新视野专区进行查看 再见